老實講跟外面比起來 還是不太一樣啦 但是我們這個頭感 確實也比較特別一點 現在要做一個海鮮總會 可以給你們吃 所以我們要在高溫 然後在短時間內讓它可以完成 你吃起來才會有那個水分在這樣子 可以展現出各個咖啡店不同的部分 就是單品咖啡豆 它是跟義式配方不過不一樣 它是各個國家 單向咖啡豆或者是混合 的咖啡豆都可以 基本上它都會是比較精品的咖啡豆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好房話題現場 我是蕭苡芬 今天的節目我們來到新北市新店區的 行政園區生活圈 豪華的行政園區落成後 來辦公向進五星飯店 旁邊有捷運運動中心 還有浪漫的風箱大道 居民形容在這兒的生活舒適又愜意 快跟著我還有特派員的腳步 一起進入今天的節目吧 GO! 剛剛提到的風箱大道其實就是中華路 短短五百公尺的雙線道 兩旁矗立高大茂密的風箱樹 是在五十年前由前往當地的調查局捐贈的 現在有咖啡廳決定落腳在這裡 不只讓美麗景觀飄出咖啡香 也為地方生活增添了許多浪漫風情 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好房特派員 咖啡是許多人愛喝的飲料之一 不管是因為喝了以後可以提振精神 又或者是儀式性的 然後喝了以後進入工作的狀態 還是大家會來到國外度假的時候 來一杯咖啡 然後就很有氣氛呢 這裡是新店的中華路 因為種滿了豐樹 所以又被稱為是豐香大道 如果可以來這邊喝一杯咖啡 是不是也很有度假的感覺 這是一杯蓄日咖啡 最常點的美式咖啡 它是用我們自己配方的義式豆 然後抹粉後上濃縮機 然後就會製出漂亮的美麗 然後有油脂的濃縮液 這個外行人眼中好像就是常常看到 咖啡室的按機器而已 這當中還有什麼講究的原理呢 就是我們要把本 本量的粗細度調好 它才能在上意式機的時候出現到 25到35的漂亮的描述 因為它這樣子才會製出 不苦不濃的咖啡液 那你所喝到的咖啡 才不會太多於酸澀 或太多於濃苦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加一杯水 然後我們把它加滿熱水 然後再把濃縮液倒進去 然後一杯美式就完成了 然後一杯美式就完成了 第二杯我們要來做的是就是 可以展現出各個咖啡店不同的部分 就是單品咖啡豆 它是跟義式配方不一樣 它是各個國家 單像咖啡豆 或者是混合的咖啡豆都可以 這它基本上它都會是 比較精品的咖啡豆 可以喝到不同的風味 那因為像今天我們用的是 黃金曼特寧 它是比較中深焙 所以刻度我們會調整到4.5 那我們就磨豆皮 然後我們會先悶蒸30秒 那下水的方式就是 可以用筆直的沖水 或者是旋轉式的 讓它每一個咖啡粉 都有接觸到水面 然後接近35秒的時候 那這個 萬蒸的水呢 我們就把它倒掉 那我們再重新測量水的重量 那我們基本上一杯水 因為我們剛剛說1比18 那所以我們剛剛是用20克的粉 所以我們大概沖水 再加水加到大概約3把 或360就可以了 然後在沖煮的時候 就是緩慢的 一樣用 內旋 從內到外的旋轉方式 那這就是我們的 單瓶咖啡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旋日咖啡的老闆 我是沈靖 我是沈傑 就是當初會選擇這個名字 一開始是因為 我們家寶貝的名字叫鄭旭 有一個旋的名字 所以我們就想說 旋日 就很像成語的旋日動聲 就是一早盛起來 我們就可以喝一杯很輕鬆的咖啡 享受一下這一整天的開始 所以我們就取名叫旋日咖啡 就是之前姊姊是有在咖啡廳 各個地方的咖啡廳 去做磨練 去做訓練 所以她對咖啡這個部分 非常的熟悉 那我的部分呢 是因為我是從事 我是讀餐飲科的 然後在畢業之後 我有在各個像麵包店啊 或是咖啡廳 從事餐飲的相關工作 所以我就可以跟姊姊做搭配 她出她的咖啡 那我就設計一些餐點 可以讓客人搭配著咖啡 一起做享用這樣的部分 就是基本上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大概工作快十年了 那基本上有時候就是想要挑戰看看說 我們自己把自己的 對自己咖啡的認識 那對咖啡的熟悉 可以更簡單的分享給 就是我們想要分享給認識的朋友啊 或者是過來往的客人 然後我們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比較不會受限於 因為公司的制度等等之類的束縛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那我們可以試著來創業看看 那可不可以看 可不可以把我對咖啡的認識 可以再更精進 因為有時候上班其實非常辛苦 但其實沒有辦法在自己 在學習別的東西 因為基本上我們創業現在目前大概一年多了 那在咖啡這一塊呢 我基本上我會覺得 我收穫蠻多的 因為一方面我是從烘豆開始 所以烘豆就是要從生豆的尋找開始 那在生豆的部分 我就會發現它的廣度非常大 雖然說每一個產地 都有每一個產地的一些經典的豆子 那其實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產區的豆子 那其實我們可能想像說 夜家學妃 那我們可能想到只能 夜家學妃 大家就可能只會以為只有一種 那其實如果你實際上去找生豆的話 它其實是數十種數百種 那它每一個風味都不一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這一部分的話 我會覺得 接觸到更廣更深的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的裝潢就比較簡單 其實一開始的裝潢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沒有請裝潢師 所以我們所有的裝潢 你所看到的東西 都是我們一個一個親自去挑來 那所看到的木造也是我們的父親 幫忙銜柱一個一個釘上去去挑木頭 挑顏色 所有的顏色配置其實都有去討論過 對那像豆子 豆子的白色也都是我們就是看著 然後慢慢的把它增加上去 所以所有每一個東西都是我們 裡面都有我們裡面的理念 都是我們自己一個一個親手擺過來 我們的心血 我們的心血 對 那而且基本上因為是咖啡廳 所以我們放的擺設或者是一些裝飾 就會跟咖啡比較相關 對 然後會營造出一種比較溫和 不會那麼緊張讓人家有放鬆的那種氛圍 歡迎大家可以來我們這邊 品嘗各式各樣的咖啡 讓你們可以體驗一下就是 來到一種很溫馨很舒服很放鬆 離開那種城市的感覺 在新店行政園區旁有一間手工搖烤的披薩 一人份的小披薩 飯量剛剛好 深受附近上班族的喜愛 老闆達叔五年前離開了店子業 轉行賣披薩 雖然這樣的決定一度嚇壞了家人 但他可是玩真的 特地到台東學藝 慢慢調整口味 不只用料大方 起司濃厚 因應疫情還特地推出了冷凍披薩 讓更多人在家也能嘗鮮 一間成功的餐廳要有什麼條件 東西要好吃 位置也要夠好 新店這裡一直都被視為 是一個風景優美 而且生活機能完善的文教區 現在又有一個全新的區公所樂成了 旁邊的重劃區 好在一棟又一棟該 這一間披薩店則是老早就在這邊插起了 相當的受到歡迎 我們現在就去找老闆 所以老闆我們這些麵糰都是前一天 事先都先準備好 對 事先先準備好的 然後每天做完之後 整個麵糰會讓它先發酵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切割完之後再讓它發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再會放到那個冷藏冰箱 讓它慢慢的低溫發酵 像這樣子的做法是從哪裡學的 它是有什麼正統義大利式的那種感覺 沒有 沒有我們其實 我其實這是從台東學來的啦 這個台東一個好朋友開的 然後我去跟他一起學 因為我其實本來不太吃必殺的人 然後呢去找了他 然後才發現哇那披薩怎麼好吃 因為他是做那個薄皮式的 對 對我才去跟他學啦 所以我現在就是變成 就變成我們會自己製作自己的那個餅皮 所以我們這個也不太算是 你要講義式的那個跟可能 老實講跟外面比起來 還是不太一樣啦 但是我們這個口感 確實也比較特別一點 現在要做一個海鮮總會 可以給你們吃 聽說海鮮也是老闆最喜歡的口味 對海鮮我蠻喜歡吃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那個海鮮都我們自己處理的 知道很新鮮很肥這樣子 就是蝦子是要剝殼煮 然後海鮮我們要自己清內臟 還要自己烹煮還要自己切割 所以 花的時間也比較多啦 那之前有段時間我們也要常常的 半夜跑去基隆把貨載回來 然後半夜做整理這樣子 兩種不同的起司 對兩種不同的起司 這是切打起司 口味稍微比較偏鹹一點點 帶一點味道這樣子 這個窯裡面的溫度大概有多高 原則上我們大概都設定到350度啦 那這樣烤要烤多久 原則上大概三分鐘以內 可以把它完成 對 因為其實 你如果溫度太低 它在裡面的話 容易把原本餅皮的水分給吃掉 烤起來就會特別乾 所以我們要在高溫 然後在短時間內 讓它可以完成 你吃起來才會有那個水分在這樣子 每個pizza烤的時間也都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因為我的裡面其實是可以放到 七到八片啦 如果位置不一樣的話 我們就要一直調整位置 所以就需要人工啦 就需要人工去調整它 大家好 我是普資手工搖和pizza的老闆 我叫達叔 大家好 他說因為我其實在 電子業從事了大概十年左右啦 然後 就有一個很好很好朋友 他就全家就帶去了台東 就在那邊生活了 然後就在那邊開啟pizza店 那我本身不是那麼愛吃pizza的人啦 所以我就想說 哇 難得有空 帶著家小就去找他 吃了他的pizza 我現在就說 原來pizza這麼好吃 哇 我就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我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帶回來台北賣 因為我其實在電子業久了 有點疲乎啦 然後就想說 也有想轉行的念頭啦 只是 那時候沒有什麼規劃 那時候吃了酒 我就 我好像可以帶回來台北賣 因為他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蠻特別的 所以我就 我就 一然決然 隔一年我就邊上班 邊去台東 反正就 就一直跑來跑去啦 邊學這樣子 所以就 最後學學學學的 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我就 就開始規劃了這間店這樣子 大家也都覺得我瘋了啊 可是我覺得現在 在這樣的時間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還算蠻喜歡這樣的生活的啦 因為我就在家旁邊 然後小孩也都顧得到 就是小孩放學什麼 其實都可以來這邊 可以來這邊陪我啦 對 所以時間 我是覺得還好 雖然會有一個六日的狀態 因為我們這邊餐飲業都 週末會比較忙啦 但是 其實 孩子他們也都算能體諒啦 都有時候會來這邊幫忙一下 或來這邊陪陪我這樣子 所以我 我覺得 這樣生活還算蠻喜歡的 我們的披薩放到那個起司上面 我們能進到我們窯 因為我們窯位很高 所以你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起司 所以我們會取名叫 其實 頭一年的狀態之下 我 比較 以為 以為好像就是 只是 開個吃的而已啦 但是 其實它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的頭一年 頭一年 頭一兩年都 有點在摸索狀態 包括我台東的朋友都覺得 遠水救不了近活了啦 就是你有什麼狀態 我怎麼有辦法再從台東上來救你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是非常非常的混亂 然後 包括一些食材的準備啊 包括一些麵團的搭法 都其實那時候都沒有辦法有固定下來 所以 其實那一年 第一年非常非常糟糕啦 所以有琢磨了大概第二年之後 開始慢慢的固定之後 我在第三年 我做了一個內用區 所以變成 產品固定了 然後其實我的員工那時候也都蠻固定的 所以 整個大概狀態固定下來之後 我就開始有去跑 跑一些 一些傳單 宣傳 然後或者是 大家都也會 粉絲頁下下廣告這樣子啦 我們都是會這樣 那 我個人也是覺得說 反正那個 戲弘下 讚酒就是你的 我們就是 穩扎穩打的慢慢走這樣子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是 也不能說很有名的店 但是我們算是還算可以 蠻穩定的這樣子的成長這樣子 原則上 因為其實那時候在台中學習的部分的話 當然是都有些口味是做跟他學習的啦 那原則上 在過來這邊 我們慢慢的增加之後 其實大致上增加了大概五到六項的口味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還有增加一些附餐 就變成是我們自己這邊 增加的一些品項啦 比如說 鮮炸的馬鈴薯 或者是雞翅這樣子 那個其實都現在都還蠻受歡迎的 那現在我 我們現在也是正在 正在 剛好正在推出那個冷凍披薩的部分 因為現在疫情嘛 所以 讓大家在家可以吃得安心 我們都是手做 手做完成的那個 冷凍披薩 所以大家在食安上也不用太擔心這樣 新店行政園區在落成之後 不只讓周遭的生活技能更加便利 也帶動地區的房價 原本就已經是優質文教區了 如今更增添了許多居住力多 加上一旁五峰重化豪宅區 許多公園綠地 也使得這裡的房市逐漸升溫 現在我們就一起拜訪在地的專家 分析新店行政園區生活圈的購物條件 大家好 我是永慶房屋新店區的店長 我叫高嘉生 很高興 這次幫大家介紹一下 新店區公所這邊的環境優勢 其實行政園區生活圈 因為早期在區公所的部分 大家民眾要辦理一些有關的一些政府相關的事物 都要跑蠻遠的 政府機關也是體諒到所有的民眾 所以說整棟有集合在新店區公所這邊有一個行政的園區 行政園區裡面有非常多的公家機關的一些設施 提供民眾可以做便利的服務 內容裡面比如說像警察局 還有地震 護震 還有一些比如說你要繳的稅務機關 或者是都市發展的部分 都有結合在行政園區裡面 那是一個非常便利 里民的一個服務 因為這邊其實在落成之後 當所有的行政公家機關入住了以後 那大大提供了消費者 或者是一些住戶的 節省很多時間和便利性 那因為你假如說以前要跑相關的很多地方 比如說你要去七張 或者是說你要再辦手續要跑到公所 那可能它都有一個距離 那在時間方面有大大的提升 那結合這邊的話 那就會讓消費者或者是說一般的住戶 享受到很大的便利性 因為可能它來一趟 全部都可以一次辦妥 而且它是一個行政大樓 那所以說所有的設備 還有環境都是非常的新穎的 甚至在網路上面都可以相關的先預約好 然後到現場那直接辦理 然後增加了很多的時效性 它的正旁邊就是我們新店的運動中心 那在落成的裡面應該是說 在這個運動中心裡面 有很多現在尤其是像現在疫情的關係 那本身來講大家希望說去健身房 或者是說一些喜好運動的夥伴 像這個運動中心裡面它有室內的溫水游泳池 然後籃球場雨球場 然後還有很多體勢能的一些活動 那在這邊都是最新穎的方式 而且它都是直接透過網路APP的部分 直接可以看看哪邊有空位 然後直接登載以後就可以登記來這邊活動了 那像所有的活動來講的話 可以再透過網站上面都可以做詳細的 看看近期有沒有辦什麼樣特殊的活動 然後服務這邊的里民 交通部分其實區公所 那區公所它離捷運站的部分來講 步行大概都是200公尺到300公尺 那整個環境來講的話是相對非常的舒適 那交通部分也有很多公車 多線道的公車路線 然後還有你說的飲食的部分 其實最主要的一些吃東西的地方 是在中華路然後還有光明街 都是在區公所附近 非常著名的一些小吃街 然後尤其是中華路 又是人家所稱的風箱大道 那現在中秋節過後可能就會入秋的狀況 那其實會相對兩排的風速領會感覺非常的舒服 然後至於學區的部分 其實有五峰國中 這個都是很知名的學校 然後還有我們的大峰國小 那這些學校來講都可以供附近的生活圈 或者是有小朋友的家長 都可以很方便的就學 那公所這邊還有一個優勢 它其實幾乎是圍繞在公園的一個重畫區 那它總共有三大公園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在馬公公園的部分 馬公公園的部分 然後還有兒童公園 然後還有我們的北新藝術廣場 那北新藝術廣場又連結到柳宮駿的公園 那基本上它就是柳宮公園 然後柳宮公園過中華路之後呢 它可以直接銜接到壁潭那邊 其實在綠地比來講的話 絕對是在新店啊 數一數二綠地比最高的一個區域 其實啊在這邊來講大家可能關心的 其實還是有沒有相適合適的一些物件 那在物件的部分啊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在區公所的部分啊 當然它有很好的一個區隔 五峰重畫區的部分啊 其實它是屬於近8700坪的一個面積 那裡面來講的話 它是低密度的一個重畫區 那總共的戶數啊 大概只有不到700戶 那本身來講它又有幾個比較知名的建案 比如說像養心店 北新關底 或者是像是W太子 那種種 那當然它在建築上面來講的話 都是以相對三房到四房的產品 甚至百坪以上的為主 那W太子都是以兩房為主的 那也有大陸工程的酌青 也是蓋在這邊 那或者是幾美建設的也都有 所以說在客群上面來講的選擇性是蠻高的 尤其是大坪數需要換屋的族群 都會非常喜歡這樣子的重畫區 那依照小坪數的話 比如說像是捷運站樓上的都會通 那它就是以套房為主 那平行來講的話 大概都是十幾坪到二十幾坪的一個規劃 那套房兩房都相對都有 那假如說是可能大樓或者是說公寓的部分 希望公設比較低的公寓族群的話 以中華路啊或者是北新路一段 這邊都有相對不錯的一些公寓型的產品 也可以供客戶來挑選 針對其實應該說客群的部分 大部分住宅這邊的話 像五峰重畫區 那歸類可能都是一些中小企業的老闆 或者是一些山師的族群 比如說像是老師、律師、醫師 很多這樣的族群都有住在這個區域 那當然在幻屋族群 可能中高階的話 他會非常喜歡重畫區 那可是當然他也不是全部的族群都屬於這樣子 因為新店屬於公教區嘛 所以非常多的公務人員 或者是說一般的上班族、小資族 也會非常喜歡這樣的區域 因為畢竟來講 這邊的區域來講 交通還有便利性 那大家希望的公園還有活動的空間 都非常相符合 所以各個族群都會有 只是說在高總價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是屬於新店 屬一、屬二的一個族群選擇 依照房價的部分 其實假如說是以五峰重畫區為例的話 他的房價目前來講 大概的房價都是在68到75之間 那當然他也有相對更高的房價 但是在這個部分來講 大部分的消費族群 因為都是換屋 或者是說 依照可能 希望社區品質較高的 所以說在總價代來講的話 他可能的總價代會相對較高一點 可是居住環境或品質 當然是 可能數一、數二的一個選擇區域 那假如說 一般我們假如說 要換屋的族群 希望說 在捷運站附近 就可以購屋到的話 那千萬以上或者是說 大概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 也有很多不錯的公寓選擇 然後或者是說 一些小坪數的電梯的話 也有 那單價部分來講的話 像以都會通為例的話 大部分都是以站上六字頭 那可能在七十萬上下 都有不錯的選擇 那當然在中華路的部分 也有很多社區 可是 以零星的華夏來講的話 大部分的單價都會落在 六十五到七十萬上下這個區間 那當然不同的樓層 有不同的價格 所以說 可能在合適度來講的話 還是依照現場的一些實價 也會提供給消費者做參考 永慶首創實境找房 不只看房 還能看到生活圈 找房何不實境看看 全新上線專人導覽 安心防疫賞屋零距離 立即下載 永慶快搜 好房話題現場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特派員就來帶大家認識 新北市新店區 從地理位置來說 新店位於台北盆地的南邊 隔著新店溪及美溪與台北市遙遙相望 東邊是石定區 南邊與烏來區相鄰 西北邊與西邊分別是土城還有三峽 因為靠近盆地邊緣 山區雨量比較多 也讓新店擁有北台灣空氣品質 以及水質都最好的稱號 新店的名稱起源雖然有很多種說法 但都是描繪當年開墾從市區到山區之間 在這塊區域發展出店鋪商店 從而形成了聚落 演變成今日的樣貌 1999年台北捷運新店線全線通車 促進了捷運沿線各站周邊的發展 例如大平林站附近的生活圈 七張站附近的家樂福生活圈 再延伸到碧潭商圈 兼具生活消費機能還有觀光休閒發展 與新店東邊的商業行政機能不同 新店西邊的安康生活圈 是一塊獨立的山坡住宅社區 至於近期相當火熱的央北重劃區 更是新北市政府聚焦的五星計劃之一 台生新店整體區域向上發展 此區的重點醫療機構 有台北慈激醫院及新店更新醫院 教育方面從國民小學國中高中 新店區都有非常多的選擇 大專院校方面有景文科大與更新專校 結合文教生活商業與觀光 都會區與大自然的平衡 也讓新店成為店家進駐 買房投資的新標的 沿著幹道北新路有行政園區 有豪宅有餐廳店家非常熱鬧 不過在這也有一座綠意盎然 空間寬敞的流工公園 在地新德里的老里長 二十多年前著手一步步規劃 現任里長黃林鳳焦用心維持 讓社區更加的有生活品質 在地生活情況如何呢 一起來看看 大家好 我是新德里里長黃林鳳焦 很高興大家來 我們的流工公園最美的流工公園 85年以後 那就開始規劃在做這邊了 因為我先生做第二屆那時候 他就開始在規劃 這條是流工巨馬從這邊到那邊 可是一口氣規劃這麼大一片 對啊 那時候做這片 也是有很多人都反對什麼 那還好 他後來都里長好幾個 結果有的人說要怎麼 都會啦 好像85年就規劃慢慢做 做OK了 那裡面有哪些區域 像這個地方是做什麼的 很棒的一個廣場 這個 小孩子溜冰 還有打球 網球 還有一個那個外當工的 很多人都在這邊 那時候就搭大棚子 我家還有那個什麼 我拿那給看就知道 那都在這裡辦老年年金 那個歌唱班 歌唱齁 他說大家從洋節啊 那請一些舞蹈班 都在這邊 搭了很大的棚子 都在這裡舞蹈 反正做很多的 真的娛樂啦 娛樂 這個地方真的太棒了 可以做這個 對 劉光慶就從前那邊 這一條駿到 到那個過中正路 彎過去那一條駿 現在是做那個 捷運 那個捷運車場 要從這裡 車場 對 休禮場 對 還有在七張站 可以捷運到中央站 很方便 對 對 優秀 你在這裡 運動 蛤 這是我們的禮林 好 好 有喝水嗎 有喔 好 小心啊 你看現在樹木都很茂盛 對 我們這樣在走很舒服 外面就是大馬路 然後沒有想到 還到這尾巴 中正路才去到 對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這麼棒的森林 那 那邊 那藝術廣場 很多人在那邊 真的 這裡超棒的 這裡都是老舊社區 已經 我們這個房子已經 我們來這裡住就住40年了 哇 那這裡有差不多 有60年有的 對 我們來這裡住40年 那我們來這裡的時候就賣水果 對 這樣子 就做到民國八十 八十三年的時候 李明說 我老公 他說 他說 你一樓 他都聽說 沒錢夠的 我們賣水果 你來選里長很剛剛好 都是 他平常都 跟李明都很互動 會幫忙他 所以他就選上了 一做就20幾年 就是發展最好 房子式的一樣 沒進來 就是旁邊 多個捷運 你看行政園區 現在的話 以前中華路那個 我們剛來只是宿都小小的 你看 現在都很茂盛 風向 對啊 風速你看 環境差 真的改變很多 可以來這裡 大家都 來新店 這個中華路 我們新的旅生的 大家都說這一支的 是不是要來自己誇獎 每個月都有做環保 那個里內打掃 我們里內打掃都30多位 這樣子都出來打掃里內環境 那我又每個月 每個月的第2個禮拜 第4個禮拜 都做支援回收 那我們那邊 你們剛才進了巡頭頂嘛 我們都是 11點到1點鐘 已經也是20年了 巡手隊已經成立20年了 那我現在有時候 一些都是在我家 喔 OK 我像 老人共餐 老人共餐 那時候辦很久 那本來今年要辦 5月1號 我辦一場 後來就沒辦了 因為那疫情關係 我又停起來 我差不多 有80個左右 都在我們家用餐 那個也是 訓練分級 一個組長 陳騰 他幫我 找那個 愛心人士 那我就在我們家裡面這樣 人服務里民 是我們的福去啦 真的 跟大家里民相處 在一起 讓我老公這麼久了來 都做習慣了 跟互動啊一些啊 看里內的都改善 我們里內最優秀的就是 單業雙業停車 民國 我老公83年上 都第二屆的時候 都陳永福議員幫忙 我們 同心店喔 只有我們 單業雙業 都別人沒有 那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 巷道太窄 你要兩邊停車都不行 那時候就 永福議員就 請那個交通警員 什麼都來 然後就來規劃 那就 叫那個小台的那個消防車 從道路 從那個巷道看看 結果都不行 所以說我們才 單業雙業 單邊雙邊這樣子 輪流停車 輪流停車 這樣很整齊這樣 我們新德里 環境優美 到處都是綠 都是綠化 給大家 有希望大家有空 都來我們新德里 今天 我們為您介紹了 新店區行政園區生活圈的 優質店家和周邊發展 透過在地專家 對房市的最前線觀察 更了解了我們 所居住的地方 如果您喜歡這一集的節目 不要忘記按讚 訂閱 並且大力分享給親朋好友哦 我是蕭玉芬 別忘了星期一晚間九點半 我們好房話題現場見 都在聰明買好房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